你喜欢吗 鬼泡给你怼那边 对对对 他不喜欢 那你说说 你觉得这个口红 就是这样的口红 能不能用啊 你觉得 我万一吃进去中毒了 咋这样 你还去一样 花更多更多更多的钱 不光你自己吃 我不也吃了 好 好 好 这小的都听不懂 通老板特别有深度 你现在 我现在都没反应到那个层面的啊 童老板在你眼里 对 姑娘的这个口红 你觉得是意味着什么呢 你说成天整的 三十把有点太贵了 你摸嘴上吃饭擦了 那睡觉擦了 一会儿风吹吹擦了 那二十把 我想一会儿就整没了 这 挣钱挺不容易的现在 这是人家那个谁 那个童老板的观点 对 就是觉得 你是觉得这个 哎呀吃饭之前也得擦 睡觉之前也得擦 总擦总擦 你买太贵的有点浪费 是这意思不 那谢谢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啊来看一下 基同的第二个短片 再了解一下 我呢是一个严控 我的三个前男友 长得都很帅 而且身高都是180以上 但是呢 我现在对男孩的身高 也放宽了政策 176以上就可以了 我希望我希望我以后的男朋友 可以在长春发展 有份稳定的工作 工资在6000以上就好 如果还要我加点什么别的要求 那我希望你可以浪漫一些 注重仪式感 重要的节日你都记着 那就更好了 好 三号凉 问一句美女 你以前的男朋友都1米8吗 1米82 1米83 都差不多这样 你往我们这边 飘一飘 啊 就其实 1米7以上 也挺好 你多高 我 1米73 那也 还好 还好 二号徐帅的这个表情 有点怪呀 因为我跟他一样 我也1米73 哈哈 对我看照片的时候 就二号三号都很好看 对 那就是他俩个头太矮了 但是浓缩的就是精华 但我感觉那 就是我想让他来下来看看 我到底到他俩哪儿 那行啊行啊 很奇怪 二号徐帅三号李昂 来来有点两位 啊 你看 哎 徐帅说了 跟我有啥关系啊 哎 徐帅一笑真的挺好看的 笑的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就是刚开始男嘉宾上台的时候 他就盯不上这个人 就哎 唱了你笑怎么样 我觉得身体适合你的 发生的个儿了 个儿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你看他笑起来真挺好 对啊 对啊 我就喜欢那种就啊 然后笑起来好看 然后挺有音乐的那种 我们先让姑娘先往中间站一站 你看了 现在这种状态 你来感受一下啊 感受一下 你看看 感受一下感觉怎么样 是跟一米八有点差 是 跟一米八 有那么一点点差距 有那么一点点差距 是吗 除了身高 所有都符合你的标准 是不是 是 来那个谁天狱啊 一米八二是吧 不是一米八三啊 来下来我比一比 我看看到底差距有多大 来 全场教练 全场教练 你这个鞋子真高 哎呦 哈哈哈 哎呦 这是怎么个相亲的啊 看看这个感觉 哎呦 我就这么看的话 我就我找不着他 哈哈哈 他达不到燕子鞋 不是 我这么看了 那个天狱有点高 他俩有点矮 嗯 跟我是正正好好 不是 不怕不少的 正正好好 我正正好好取决鱼 他俩得高 你来来 同老板下来比比啊 哎呀 哎呀 好这站着 你现在感受一下啊 一米七三 一米七七 一米八二啊 你就感觉一下啊 这就正好是吗 我感觉都挺好 多大鞋 多大鞋 今天你必须在我们四个 之中选一个 对 硬挑一个 口红都用了 口红 菜兜了 哎哎哎哎 哎哎哎 错了 错了错了 错了错了 不行啊 那我要是选完 本来现在还有等 那一会都给我面了 没事跟他们这个无关 就我们几个 我们今天就要思考一下这个事 但是口红好像都用了啊 艳子姐 你不也拿了吗 哎呀 这家这小眼色给的啊 这家这收人的东西真是 真是手短的啊 我觉得 选男朋友 选对象 选以后的这个 丈夫啊 最重要的还是看 适不适合你的性格 适不适合过日子 对不对 嗯 但你很在乎吗 所以我们就让你先看一下 你看都挺合适的 其实 还是要看匹配性格的匹配度 是不是 对 好谢谢三位 谢谢四位 谢谢四位 好谢谢 那现在啊 场上 2号 3号 11号 三个小伙子的灯亮着 接下来 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回到现场 2号 3号 2号哎 激动了 他有可能真有请2号 你看 哎呦 掌声有请2号徐帅 11号童老板 有请两位 现在不是还有机会 可以上场是吧 可以吗 可以 我还是不去了 妈咪他牵手不成功的 一会儿等我的 好 两位啊 想问他们两个什么问题呢 嗯 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对我的印象 还有就是近两年生活的规划 结婚啊 就这方面工作的就是这 嗯 对你的印象就是挺好 但是说啥 嗯 感觉你就是挺实在的 没有那么些就是说 那种就是 你要怎么 承扶啊 啊 没有那么多心眼是吧 对对对对 啊 但是说对于两年的规划 因为我又开了一个店 还在装修 又开个啥店啊 又开个二手车行 但我们是这种暂停 就开了分店了呗 又开了一个 对对对 我现在就是只想说多干点 给我以后打更多的基础 我不想让我媳妇跟我俩吃太多苦 但又是我更希望是啥呢 嗯 一定要去找我 我不 我不想离开我那 因为我在那儿 投了我太多精力 嗯 你现在在哪儿 好 在白山静语 啊 在静语 啊 在静语 啊 在静语 好 齐帅 印象就是甜美可爱 然后 两年内规划就是 因为我父母是有病 所以说 我是不可能出松原 出松原 你看 那他肯定不符合我 那你就别想了 对 就是一定要在松原 对吗 因为 我家 我家有很多房产 然后 嗯 自己也有买卖 然后 所有的东西牵扯太大了 然后我父母身体不好 一个是脑出血 一个是 宫颈癌 所以我压力特别大 我也不想放弃所有东西 去扮一个女孩 因为不可能了 我觉得 如果真要是喜欢的话 在哪个地方都无所谓 我觉得 好 好 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在我父母身边 一直都生活在长春 就是 他们两个都不在长春 就是我没有办法 我不是说离不开父母 我也不是说因为他的父母 或者怎么样 就是我希望 离家里近一点 我不喜欢就是 远嫁的那种感觉 嗯 对不起 谢谢 谢谢两个小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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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